台車麻煩先幫我調到最後幾張 這個PowerPoint的最後幾張 有那個資源回收人 對對,再前一張 對,這個好 上過我初級班的都看過這張圖 還記得這個分類 這是有頭的 這是眉頭的 它是接近動物的 接近動物的話 有飯吃,眼睛就滿足的表情 沒有飯吃,它就發怒 就咬人 你車子開過去,它不怕被你撞 它就一群人這樣慢慢走 你撞到的,算一歲 它也不在乎 這個是什麼 比如說香港最近不是在抗議嗎 他們都是沒有頭的人對不對 我講過,他們都是資源回收人 你抗議就問他說 那你抗議要做什麼 我們要換掉特首 為什麼要換掉 因為他有頭我們沒有頭 我們要選一個沒有頭的當我們特首 他長得怪怪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那個是有效忠對象 效忠中國 他們現在收編了 應該是中國人 我們過去都不懂 因為他以前被英國管 習慣管壞了 所以現在看到落後的 中國的系統進來 他受不了 所以他就生氣了 生氣的話 他也不曉得做什麼 你真的丟給他們說 那你去 這一群人給你管好了 他也不曉得做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頭 所以這一群人不用理他 台灣有一群人 就跟他們一樣 一天到晚上街抗議 也不曉得抗議是什麼 也不曉得訴求是什麼 你要愛什麼 讓你來做 好 讓你來做頭 你要做什麼 你要帶大家去 你要帶大家去 他們也搞不清楚狀況 這群人就是沒有頭的人 沒有頭的人能做什麼 什麼事都沒有 沒頭沒腦 做事情沒頭沒腦 有頭跟沒頭就是不一樣 知道嗎 沒頭的人 如果他們上面的那個人是有頭 他會覺得怪怪的 他們習慣看沒有頭的人 看到有頭的人他就受不了 就是這樣 美國比較好玩 美國很會玩這種沒有頭的人 所以他就讓 這個可以像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是有頭 但是他會懸置 好像在那邊 又好像不在那邊 但是是有頭的 懸置嘛 這群 這群是不喜歡給有頭的人管 你知道嗎 你現在就會看回去新聞 你就知道這群人在幹什麼 以後會走到哪裡去 做不了什麼事的 所以有頭的人管這種人 根本不要理他 不會理他 顧起來要怎麼辦 他們還是要吃飯還是要上班 還是要工作 我就跟你耗啊 看你這群要抗議到什麼時候 很簡單嘛 不要理你 就好了 中國因為過去不會處理這種人 因為以前他們的人都是有頭的 他們以前都是有頭 他第一次發覺 怎麼下面都是 香港這區都沒有頭 要怎麼管 以前中國那裡面都是有頭 雖然很窮喔 但是全部有頭 他們都效忠黨中央 他們都有頭 要給他裝上去 雖然大家很窮 日子還可以過 因為都有頭 一個命令 一個動作大家都動 現在怎麼 這一群人都沒有頭怎麼辦 怎麼管 他不會了 但是美國已經很會管這種人 好 回到我們的第一章 這是藝術使節嘛 那我跟你講喔 來 儘管坐下來 我跟你講喔 藝術不是給沒有頭的人學的 藝術不是給沒有頭的人在學的 你也學不學啦 你也看不學啦 因為你沒頭啦 沒頭的人不會看藝術啦 藝術有 古說的人叫做帝王之學 跟領導 跟統御有關 你們要教 為什麼要教民政府 為什麼要開這個課 為什麼要教藝術 藝術 為什麼要教你們藝術 藝術 因為你以後是要當有頭的人啊 是管理階層啊 管理階層不懂藝術 完蛋喔 所以一定要學 來 我要開始講了 來 第一章 這是什麼 這答案不太...很怪怪的 這裡面只有鳳梨嗎 海算不算 天空算不算 你如果看著鳳梨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腦袋已經變成這樣了 被僵化了 鳳梨 不對嘛 這邊還有很多東西嘛 面積... 就面積來講 鳳梨也不是最大的 還有其他更大的面積 對吧 所以你們已經設定好 要看特定的東西 那我是畫畫老師 我有一堂課叫做跳躍心思考 跳躍心思考 就是我給你一個物件 隨便一個物件 那你從這個去想成另外一個 再從畫出來的這個 再畫第三個 好啦 我那時候有一個學齡前的孩子 很天宅 來 我們看了一張 給大家看一下 題目沒有錯啦 我就是要講鳳梨啦 那我第一個給小孩子看到 就是那顆鳳梨 接下去你就要 第一個你先把鳳梨畫一個 然後按照你看到的鳳梨 想成另外一個東西 第三個再根據第二個 這樣知道齁 我給你們20秒啦 請問這裡面有幾個鳳梨 待會我會做一下簡單的 問卷調查 來 不是問卷調查 就是做一些調查 看大家看法怎麼樣 這是 記得喔 它是學齡前的兒童 就是還沒讀幼稚園 不是 幼稚園大概中班 大班那種人因 他20分鐘畫完 你們看有沒有 現在開始問喔 請問這裡面你覺得 有的一顆鳳梨的請給他手 只畫了一顆鳳梨的 好 放下 認為畫了兩顆鳳梨的請舉手 很好 好 完全沒有切 三顆鳳梨的請舉手 四顆跟四顆以上的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四顆以上 很好 然後我一個一個問 來 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這裡面最像鳳梨的是哪一個 這顆嘛 有沒有不同意見 沒有了嘛 這一個嘛 第二顆鳳梨在哪裡 這個啊 怎麼那麼近 這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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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怎麼會變成太陽 這是像太陽嘛對不對 那鳳梨怎麼看出來像太陽 蛤 怎麼 蛤 顏色沒有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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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 刺激怎麼會變太陽 是怎麼看 沒有啦 是怎麼看 鳳梨 我們現在在物件的形狀 外型上思考 你是怎麼看 鳳梨會變太陽 對 怎麼看 鳳梨不太像是圓的 來 不是 他不是這樣思考 我跟你講 你鳳梨從下往上看 從它 鳳梨上面不是長長的 你從屁股上往上看 鳳梨圓圓 長長長大的就變成太陽 是不是變成這樣太陽 這樣知道了 來 下一個 根據這張圖 我們畫第三張圖 是什麼 先不管這是時鐘 好啦 為什麼會變成時鐘 你怎麼知道時鐘 現在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這裡是錫鏡 有數字 好好 數字寫什麼 等一下 先講數字 數字寫什麼 1 2 3 4 誰還對 為什麼27就是時鐘 沒有 因為學靈前 學靈前他不曉得一天24小時 他可以寫到27 OK啦 可以接受 那問你一天一定要24小時嗎 30小時各位 10個小時各位 為什麼一定要 我們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們有想過嗎 我們有想過嗎 時鐘 時鐘一定要24小時 每一小時為什麼一定要60分鐘 怎麼不可以100分鐘 你說會 為什麼現在全世界都一樣 不是習慣的 這不是習慣的問題 這有很深的道理 你練過天文物理 你有知道為什麼是60 為什麼每一分鐘是60秒 這為什麼 第一個人為什麼這樣對 後來為什麼大家都對一樣 照理說 如果你說全世界不一樣 應該有不同的計算時間方式 大家都一樣 出名 時間為什麼一直往前走 為什麼不會倒過來走 時間為什麼按照節奏再走 為什麼不會忽快忽慢 這都可以想 你們平常都沒在想 都take it for granted 以為每件事情都應該 這樣發生的 不一定 我跟你講 時間就是物理學裡面的大哉問 我先不講那個 來 這是時鐘 上面有 一支一支是什麼 指針 幾支 幾支 七支 為什麼七支 我們不要在數字上玩遊戲 就是很多支的意思 有生有錢 就表示這時鐘好像在動 小朋友玩東西 有青有青的 你看 好像在走 對不對 在走 很有趣對不對 好啦 它下一個鳳梨 我就講 1 變成2 2根據1 3根據2 下一個鳳梨在哪裡 告訴我 根據這個邏輯 下一個鳳梨在哪裡 聽說裡面有鳳梨嗎 來回答一下 哪一位鳳梨 來 鳳梨回答一下 鳳梨 來 請問下一個鳳梨在哪裡 我跟你說 沒有 它加了一根叉子 就變成Pizza 厲害齁 這小孩子是加了一根叉子 它就變成Pizza 像不像 五行嗎 好啦 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下一個是什麼 這時候小朋友跟我要一把尺 一把尺 一把尺 我想說 鳳梨裡面有一條線 直到要用尺去畫嗎 沒有吧 但是我是很特殊的 老師我 你不要去找 你去找 他就趕快拿起來 就開始畫 他畫了這一條 厲害吧 這個是什麼 我告訴你 會不會看鳳梨怎麼變成這個 它的邏輯在哪裡 我告訴你 拉直 有人提到拉直 那怎麼拉直 這個嗎 數字就跟著數字走 那一片片葉子就在那邊 一二三四 這樣下去 我就覺得這是天才 他畫完我就 空氣了 我就解釋這給其他 其他老師聽起來都 許老師想太多了 你不要把大人的思想 套在小孩子身上好不好 你給你 你這樣想每個都天才 我說不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他上面畫了一個什麼 對啊 車子 車子下面畫什麼 車子下面畫什麼 另外一半說輪子 我說車子跟輪子是在一起 用車子 下面畫什麼 track 軌跡 軌跡 所以用這個想法 要不然它平白無故 不會從鳳梨畫車子 它一定有個道理 connected to這個 就是車子的輪子在 這個如果是車子的輪子 在轉的時候 它的track就出來了 所以上面的數字就跑出來了 有厲害嗎 從三度工間的description 加上時間變成四度 再拉回一度 在不同項度裡面悠悠自在 這有天才嗎 真的天才啊 我看到這的時候嚇了一跳 我感覺白不公 趕快送出國 不要留在台灣 受這種教育就完蛋 果然沒有錯 父母已經不聽我的 小孩子繼續把它送到正常小學去上課 上什麼美術班 沒錯 一年級回來我那邊 我要畫鳳梨完蛋了 他就畫很像鳳梨的鳳梨 他的想像空間完全沒有 很可憐 後來上了四大數學系 為什麼 因為他其他都不會 他只有數學最強 他分數考不到台大數學 他進去以後 我問你喔 如果你題目說 要畫鳳梨 把這個交給小學老師 你覺得他結果是什麼 交給我們這邊的小學老師 美術老師 還給我滑車 你在跟剛剛老師開玩笑 對不對 到旁邊滑站去 拿個六十分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天才到他手中 變成蠢才 變成蠢才 我們的天才到老師手中就變這樣 但是 你再怎麼厲害的小孩子 就是到他手中就毀掉了 因為老師都在限制嘛 你送小孩子不是接受教育 去發展你的能力 而是去受限你的能力 把你裝在框架 罐頭裡面去做成罐頭出來 結果回到我們剛才想嘛 資源回收 沒有腦的人嘛 你接受沒有人 腦的教育就是這樣子 我跟妳講 看了這個 妳就想說 到底是 我們的教育哪裡出問題 那那小孩子可能是 很有可能性的人 結果教到我們的系統裡面 都被糟蹋了 糟蹋去了 我是老師 我就想這件事 來 下一張 這是什麼 妳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他們在幹嘛 在幹嘛 我以前 我是藝術家 我在美國東岸 一個長春騰大學念書 我們到Final的時候 有一下Defense 你的作品 有Final Critics 那那些從世界各地請來 很厲害的那個 一瓶家會坐在前面 你作品拿出來就要給他看 人家問你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那樣子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 那時候我在呈現的時候 突然有個日本教師站起來 你沒有去過歐洲 沒有去過歐洲 很奇怪啊 我現在講我的作品 你跟我講我有沒有去歐洲 是怎麼回事 蛤 是不是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她看我的話 跟我有沒有去過 她是沒有錯 她猜對了 我不講猜喔 她真的是看出來 所以那天我就回家裡 跟媽媽說 我說 今天有一個日本教師 在課堂上給我撈開 為什麼是撈開 因為在那個學校 因為名校 大家都去過歐洲 沒有人沒有去過 我剛台灣來 我沒有去過 我沒有說 好 這個暑假給我回來 我送你去歐洲 所以我那時候 就覺得 一定有什麼我不知道的事情 以至於這些人把它指出來 那我要做的事情 就趕快補上這一塊 我就真的去歐洲 可是要去之前 我知道 那時候台灣 不真好走 出團的人 我想說 一大堆都是採購團 我不要跟他們在一起 我就找一個團 找找找 有一個台南退休老師 一起組的團聚 我說 這些退休老師至少大學畢業 好歹也有師專畢業 應該教育學生不錯 然後又教了一輩子 應該很厲害 我就 還跟這一團就對了 所以我們就一起到歐洲 來 下一張 我們第一站到這裡 這裡是哪裡 有沒有人知道 這是哪裡 歐洲 歐洲 我們到一個國家 第一站在這裡 有人有起床嗎 這是什麼地方 人家沒人知道 我們以前還有 有從意大利來這邊 接受我們課程 意大利的梵蒂岡 的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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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知道嗎 你們有趕快嗎 還是我要講一下話 讓你們醒過來 梵蒂岡知不知道 梵蒂岡在意大利的羅馬 裡面的國中之國 梵蒂岡是所有天主教 發號司令的中心 你們知道嗎 梵蒂岡在教堂裡 整個天主教是一個系統 它是有從屬關係 到最後就是這個 最大的母會 這一定都不知道 我覺得你們都不知道 我待會兒會 慢慢跟你們解更多 你看這邊 這上面任何一個 這是十六到十七世紀 一百二十年蓋起來 那時候沒有鋼骨結構 都用石頭貼起來 都用石頭去把它蓋起來 一個一個架起來 力學要很厲害 然後這邊任何一個雕塑 三層樓高 三層樓 任何一個雕塑 三層樓以上高 怎麼看 來下一張 你有看到 這人多高 你有看到這人多高 人在這邊 對不對 這個雕塑有沒有三層樓高 不計 這放在上面 這十二個使徒都在上面 都是這個高度 都整個一樓去拿出來 好厲害嗎 十六十七世紀 歐洲就已經到這個水準了 會看 來 再下一張 看到這實在是很嚇人 這是從上面往下看 整個梵蒂崗全景 義大利很漂亮 再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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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裝 內裝 它裡面 因為沒有裝燈 那時候沒有電池 都用自然光 它考慮到自然光線在裡面 會造成什麼效果 來下一張 從正上方看下去 那些壁畫 雕黃 雕樑畫棟 很漂亮 我問你 看到這時候 你應該有什麼感覺 看到這個 你應該有什麼感想 正常人 你們是正常人嗎 我問你 看到這個應該有什麼感想 去義大利 頭一次出國 看到這個 這塊東西你看 嚇到了對不對 結果 驚嘆 很驚訝 哇 怎麼漂亮 這是什麼東西 弄我的心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也是跟你們一樣 我讚賞 我讚嘆 不要看這個 十六世紀 好幾百年前的人 那裡做這件事 他們就是天主教 所以他希望讓你 引起你的敬畏之心 敬拜那個 宇宙創造者 對不對 他就叫你去拜神 對不對 看到這個那時候 結果那邊的老師 剛才一句話在後面說 這個沒什麼 跟台灣廟一樣 大聲而已 我聽一下 我感激了 我想說完了完了 跟這頂老師這樣 接下去我的旅 我的歐洲之旅 可能就複雜掉 果然沒有錯 過幾天了 我去哪裡 我們到歐西館 在法國 這在義大利 我們到法國奧塞美術館 奧塞美術館 也是一個美術館 一進去我就很興奮 想說以前 書上看到的東西 現在可以看到原作 這我一期沒多久 這頂老師都沒去 跑哪裡去 不管它 我繼續看 兩個小時以後 我就看得差不多了 我就走到那個咖啡店 然後一到咖啡店 一頂老師就說 西老師你走下去了 等一下 我都說什麼 我看得到 那工夫要做什麼 我們在這裡 冷咖啡蒸乾了 我說你的畫都不用看嗎 沒有了 你去買 裡面每張照片還有解釋 你們為什麼會笑 去美術館要看真品 哪有人用複製品 你看不 不是 我跟你講 這群又是老師 也就是說這群老師 看習慣假的東西了 看到真的 他不曉得怎麼回應 已經習慣被假的都被刺大了 台灣人也是 我看到真品不會欣賞 我們習慣從小是看假的長大的 在法理的也是 假的一圖這樣刺大了 當我們看到真的法理的時候 台灣人乾掉了 這是什麼東西 他不曉得怎麼回應 不曉得怎麼回應 不曉得怎麼回應 那個事情 就是台灣人 舉個例子 就好像我們網路上宅男 每天就看網路美女 就是這個照片這樣子照 然後眼睛大大凸黑黑的這樣子 他們看習慣了 看到真的女生 不能跟他互動了 那些宅男看到真的女生 怎麼3D的 還會流皮水 還會打噴嚏 上廁所也會臭 早上起來也要刷牙洗臉 奇怪了 這跟網路上差那麼多 也就是他在虛擬的世界裡面 已經習慣真實世界的女生 從小長到大會老 會生氣 會跟你吵架 這種女生的美你看不到 懂嗎 這樣的活生生人的美 這些宅男看不到 或者宅女們 都是啊 就是看那些2D的東西 3D的都還嚇一跳 所以看妓看妓的 真的找出來沒辦法了 就是台灣人啊 怎麼這樣子 來 接下去 我跟你講 我是老師 所以看到這些老師 我當然會很... 我不是只是有判斷 但是我會想說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我就要想 其中一個理由 後來我想出來 有一個字 它就說它simply 首先他們做什麼動作 他說這沒什麼 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這個動作叫什麼 台語叫人家糟蹋 對不對 糟蹋嘛 明明那些漂亮 那麼偉大 那麼莊嚴 很漂亮的東西 你把它放成比成沒什麼的時候 這澡台的動作是代表什麼 英文字叫trivalize 把它瑣碎化 微不足道化 trivalize 為什麼它會trivalize 不會欣賞 不會欣賞 那為什麼不會欣賞 原因在哪裡 你很講很簡單 我也知道他沒辦法欣賞 怎麼沒辦法欣賞 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從事教育 我要研究 沒有那個耐心 耐心 我再給他十天 他也看不出來 不是耐心的問題 我給他放一塊塊也看不到 耐心 我天天讓你看 你還是看不懂 我數學題目 難得一提給你 你有沒有耐心做 做一輩子也做不出來 1的mc square 我看你怎麼做 這個不是耐心的問題 你又錯了 來 還有什麼 有沒有人有答案 眼光 這稍微觸碰到一點 沒有那個眼光 好 那眼光跟什麼 我跟你講我直接講答案好了 下一個 他沒有這個能耐 能耐 能耐在電學裡面叫電容 你可以儲存多少電的那個電容 然後這個能耐心 比如說我用大家比較淺顯的東西 就是一桌子的菜 好吃的擺在前面 你有吃到嗎 你怎麼這麼吃 除非你是大胃王 否則吃不下來 這麼東西 除非怎麼樣 你增加你的度量 像大胃王 好 總吃 對吧 就是增加你的能耐 增加你的能耐 你可以把 當眼前的美食吃下來 所以是能耐的問題 他沒有這種能耐 他沒有這個能耐 那什麼叫能耐 這個我要慢慢講 好啦 能耐要增大 我跟你講 有一種方式 比如說 我講一個其中叫語言 我會英文 我會法語 我會日文 我會台語 我的北京語 我的世界就比你 只知道台語還是北京語 會比較大 對嗎 同不同意 為什麼 這個語言代表一種系統 一個系統 它裡面可能有一些可以 互相互換 可是很多部分是你不能觸摸 比如說 台語裡面 你要翻成英文 你怎麼翻成英文 你告訴我 那就是在台語裡面 去 appreciate這個字 同樣英文裡面 我親愛說幾字 比如說 peculiar 在中文怎麼去翻譯 這一個男字 中文翻不出來 這個是 peculiar 或者說 比較定義的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 怎麼定義 日文裡面 恥慕 中文怎麼這麼說 不同的字 我在那邊不同語言裡面翻 就已經不同的 世界裡面走來走去 因為你們只懂中文 所以你就受限在中文的世界裡面 沒有錯 那 為了要讓你的世界變大 你要知道各種不同的語言 沒有錯吧 你語言懂越多 我到法國我就享受法國 導遊講的話我都聽得懂 法國人講什麼 旁邊講的話 我都會欣賞 可是語言不是只講的語言 還有什麼 還有吃的語言 還有看的語言 視覺語言 還有聽覺的語言 你要聽音樂嗎 還是你只能聽一種音樂 你會聽聲音嗎 還是一定要有歌詞 你說視覺語言 視覺語言有顏色 有線條 有texture 有不同的定義 有不同的定義 有很多的規定 你是不是都懂了 你懂又懂又多少 我隨便講 裡面還牽止到一個 你光語言還不過 你還有詞語言 就是你 你說我這樣人家 跟人家說 這是書籍 要唱什麼 對吧 這是書籍 我會英文 你好 我就會講法語 不對吧 你除了知道語言 還要知道裡面 大量的智慧 讓你這個智慧庫很大 你知道嗎 真正全享受這個語言 那還只是開始 怎麼使用語言 又是另外一個東西 比如說 那一團的老師裡面 也不是說全部都是這樣的 其中一個女老師 剛到法國的時候 我發覺 我身上穿的衣服 跟旁邊的環境都不能相配 所以她就很緊張 就跑到那個服裝店裡面 把衣服全身換掉 為什麼 她有視覺的語言 她有那個顏色的語言 她知道現在 四周圍環境 跟我身上穿的衣服 不搭高 我要換掉 她還有流行的語言 她知道這裡的人穿著 跟我這樣子格格不入 所以她就換了一套衣服 包括彩妝也換掉 等到回到台北沖山機場 又來了 又不對了 法國衣服在台北穿不下去 所以她又換掉 所以這個老師 她在這一個特定的方面 有她的語彙 她懂 我要說 三千塊錢的熟成牛肉 你會不會吃 說刷不下去 刷下去就吃了 刷不下去 我就說 你浪費了三千塊的熟成牛肉 因為你不要吃 你不要欣賞 你不要吃到去吃那塊肉 三千塊一萬塊就要刷多少 對不對 所以那一趟旅行 我們到歐洲去 一個人嘛 十幾萬啊 他們喝了一個很貴的下午茶 十幾萬去喝一個下午茶 到歐洲什麼都看不懂 就繞了一圈回來 照了一張照片 就是這樣啊 同樣人生也去掉一個禮拜了 有的人每天在練身體 練來幹嘛 多活幾分鐘 可是你練的時間幾分鐘 你練整個禮拜去運動 就換了那幾分鐘 多活幾分鐘 對不對 還不如你好好地增加你的能力 在你有生之年好好的享受 你所過的每一天嘛 真的不行 與其去運動 沒有跟家人互動 一個人都在耗體力 會有更厲害嗎 也沒有啊 也不見得啊 所以你還有一個能力 去享受你的每一分鐘 每一分鐘 生活中的每一分鐘 對不對 好啦 現在大概知道了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些老師沒有的 叫做解碼器 解碼器 解碼器是什麼 你們出國去買的DVD有沒有 回來家裡插下去 不會看的 為什麼 不同區碼 這是日本的系統 這是台灣的系統 這是美國的系統 我就放了 所以你需要一個解碼器 給人家一解碼之後 看很清楚 所以這些老師沒有解碼器 看到這個看不懂 揮起來 揮起來不知道怎麼解讀 就講小微 連小微 對不對 就慶祭公公 就以他所知道的 叫去套在他身上 當然他所知道的什麼 就描在那裡 現在看到這個套上去 先知道 好 再繼續下去 我今天會講蠻多 所以 來 透視法上次我們有講過 再來 再來 下一張 台灣人 你也不能說他沒有能耐 他很有能耐 是什麼 吃本所的能耐 台灣人 你不能說沒有能耐 他很有能耐 對好的事情沒有能耐 對壞的事情能耐一大堆 對不對 那不是 新三社 媒體每一天看電視那樣 就是用那個在養他的能耐 麻人那很厲害 聽到人在那裡 喔 蝙蝦就要黏起來 喔 這是在臭層的東西 講到那種比較高深的 比較有穿度的東西 就拿去嘴巴了 喔 這是在說什麼 聽不懂 對不對 就很明顯的告訴你 他的能耐是 Tool War 傾向於垃圾 你是垃圾養大的 當然你就傾向垃圾 你是真理養大的 善的美的 好的知識養大 你就是好的 就看你是什麼快料 台灣人過去的教育都這種 整天都是跟你騙的 跟你騙的 跟你騙的 跟台灣人放下 最多人就沒有好的教育 連藝術當然就看不懂 喔 我現在一步一步在這節喔 再來 你們現在至少要有法律的人 視覺 聽覺 嗅覺 觸覺 我跟你講 過去小朋友也很可憐 我因為從事教育 有些小孩子 是透過視覺語言 不是 在學習 有的人透過數字在學習 有的人透過肢體語言在學習 有的人遲憂 警察挑 你不能叫他點起來 你如果擦擦掉 他點起來就沒辦法握了 他是透過跟人家觸摸 有些時候小學的時候老師 小朋友就在老師旁邊去抓老師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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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開 坐好 點點 不能動 對他是很殘忍的事 因為這個小孩子在學習過程 是透過肢體語言在學習 你只能數字在學習 台灣只有一個 因為我們要的只有特定的人 就到工廠裡面去做事的人 台灣隨著經濟發展 在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人 你只能特定的人他要 其他的把你...其他的都是垃圾 半骨夾草 你哪不符合他那個數學考得好 還是物理考得好 你就什麼都不是 你就要放牛棒 你不要考高中 你也不要考大學 你也不要繼續念下去 因為你不符合我們的規定 對吧 他就有一套式的教育 真正的教育我要符合 每一個人的特殊專長 按照...所以越先進的國家 他教育小孩子是按照 我分析你這個人是誰 怎麼樣最適合你去學事情 這樣自己教 教得大 這就是尊重人的社會 尊重人的教育 我們過去都沒有這個 你把日本時代的教育 跟後來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一套的教育比起來 那是差太多了 來 再來下一張 再來 再來 上一張好了 彩色給大家看一下 用畫面的概念 這是中國的系統 被淘汰的支那系統 這個系統連中國都不要 連現在的中國都不要的系統 叫支那流亡中 因為被打敗了 被淘汰掉的 但是大日本帝國是彩色的 你看到沒有了 過去帝國越是先進國家 它的語言是豐富的 是彩色的 有些人有點這樣 開始患散了 所以我才有點擔心 這叫Paradigm Shift 不同的系統 那為了要看懂這個系統 你的觀念要改 你的眼光 下一張 下一張 我按照學生的反應 來決定我要講什麼 來 這個 這個上次我講過 在我們台灣史節 已經講過了 過去四萬年前 我們台灣人一直在這裡 生活了四萬年 我們用A級證據 科學證據 A級DNA檢測 我們就知道 我們是什麼人 M174的後代 那後來這些部落 慢慢截奪 結束會變成大都王國 時間不可考 因為沒有人去考察他 再來 到最近幾百年的話 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 進來台灣 當作掠奪者的身分進來 就是掠奪這塊土地的資源 我講過 就像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可是不想對他負責 不想跟他結婚 要跟你找他 台灣就像一個殖民地 這樣被人家糟蹋 所以都想要唱 MU RU那種歌 隨人家搖來搖去 對不對 你們知道這條歌 MU RU 台灣人的心聲 很可憐 就是這樣 到最後 這些掠奪者當中 有一個 當然掠奪者每一個都很兇 那最後誰最兇 大日本帝國最兇 怕敗大清帝國 把這土地拿過來 可是他拿過來之後 他不是要當掠奪者 他是真的要跟你明媒證取 要跟你帶一門 取進來的 是要對你有承諾的 做什麼動作 1945年4月1號就宣布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就做一個永久性的系統性改變 Permanent Change 過去那個就是暫時性的 Temporary 暫時性的改變 為什麼暫時性 我是掠奪者 我幹嘛對你負責 我現在不是要幫你 方便使用 改你的語言是為了 方便使用 改你的宗教 改你那個 就是方便使用 你知道嗎 但大日本帝國 真正的改的時候 它是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有些台灣人說 你在說什麼 現在不是在說中文 不是中華民國的地方 就是在幫我們管 不好意思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跟美國 大日本帝國跟美國 打了一場仗 輸了 輸了的時候 他就叫這個流行政府 改我們灌 就這樣子 所以 因為他看到大日本帝國 這個系統太 太兇了 也太強了 對美國造成威脅 所以他叫這個 末流的國家的系統進來 只要這個爛的系統進來 一定是破壞 它不會讓你更高 不會更高尚的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很落後了 它怎麼可能會把你做得更好 它連自己的國家都治不好 怎麼可能會把大日本帝國的 台灣治理得更好 只有往下走的沉淪的份而已 它不會往上走 它也沒有Vision 也沒有遠見 也沒有未來性 它就是暫時性的人 這個系統裡面的人 全部是暫時性的 不是永久性的 大家知道 但是現在法理出來了 這一層系統要走 但是台灣人有一些 還迷戀過去的男朋友 現在已經嫁人了 還在肖咬菜的男朋友 搞不清楚狀況 我們那時候說是余虐 對不對 余虐 就是還在校圈 大清廟的中國那種系統 這應該跑了 對不對 好 下一張 現在這不講太多 我們今天是藝術使節 Decoder 好 再下一個 好啦 講到解碼去 你能看嗎 我現在就帶進裡面去看一個東西 這叫Pietas 在聖彼得大教堂裡面 有一個String 神龐 裡面有一個雕塑 其中一個是米開朗基羅 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寵采 你們會想想嗎 會不會 你們會不會欣賞 給你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怎麼欣賞 當你看到這樣的作品的時候 你要怎麼欣賞 你只知道說這很偉大 偉大在哪裡 你告訴我 你們在座有沒有會欣賞 上次有人舉手 會欣賞的驚手 不會欣賞這麼驚手 都沒有驚手的是什麼意思 我要你脫起來 比較動比較不動 看不看 我會解碼 我解碼給你看 首先你要知道他是誰吧 這裡面有幾個角色 兩個 誰跟誰 跟有人知道 瑪利亞跟什麼 耶穌 好 耶穌怎麼會躺著 他是活著死的 蛤 死掉了 死掉了 有人知道 他定日假後來死下來 放在瑪利亞的腿上 這樣你就會欣賞 藝術作品了嗎 好啦 你至少第一步要知道故事 對不對 你至少要裡面角色 這個欣賞不要太簡單 台灣人過去想 製造業起家 那我就用製造業語言 來跟你們講 慢慢幫你們 帶進這個系統裡面 好不好 製造業最注重什麼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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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台灣人的語言 我跟你講 這是整顆代理酒做的 一顆大理石 以前古獸黏著技術不太好 這整顆代理酒 你如果磕錯 磕壞了 金頭要斷掉了 要怎樣 報廢重來 對喔 報廢重磕 再找一顆大理石 再磕 磕到你對為止 沒有什麼黏回去的 沒有黏著技術 這有厲害嗎 像這樣就很厲害了 對不對 還 就是一個雕塑家磕的 米開朗基羅 可能有駐守在做粗胚 但是 後面是一顆焦頭 對頭 後面是聚好的 有厲害 這點就厲害了 還不能夾得到 就技術上 你們每個人都點頭 因為你們是技術起家的 好 下一個 沒有… 同樣這一張 我要繼續講 在這個材料裡面 同樣一顆大理石 你要雕出不同的質感 要雕出活人的質感 死人的質感 皮膚的感覺 布料的感覺 頭髮的感覺 都要出來 同樣一個材料 一樣一顆代理酒 要你知道這是頭髮 這是臉 這是女生 這是男生 有厲害嗎 有嗎 絕對厲害 對不對 光從技術面來講 這個也是不得了 對不對 好啦 台灣現在慢慢進入什麼 服務業 我現在用服務業的語言 來跟你們講 來欣賞這個作品 服務業講究什麼 我隨便講一個電影產業 電影產業 你要宣傳你的電影 要讓人家想來看 你要做什麼事情 劇照對不對 劇照在海報上 到處打來看 黑暗其實好不好看 你看這照片就來看 你劇照選不好 沒人要看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意思 不來看 對不對 所以這會影響很大 那什麼叫劇照 就是把電影裡面很精彩 很有細膩的地方給大家看 希望你來看 給你劇照 對不對 你選這個照片 就要很有 怎麼樣 很有 要考慮很多事情 對不對 怎麼樣 一張照片而已 又不能畫好幾張 又不能給你動畫 現在是有一個 trailer可以讓你先看 但是基本上 你在海報上 只能有一張照片 知道嗎 所以你要選 一樣 雕塑家 我要刻這個故事 我怎麼選這個劇照 是在哪個時刻 是前一分鐘 還後一分鐘 還是前一個小時 後一個小時 結果都不同 什麼樣的表情 下一張 對不對 我問你們簡單 你只看這樣 你知道瑪莉亞 你知道這是死掉耶穌 請問她的表情是什麼 用你們所知道的形容詞吧 我聽聽看 我一個一個講 有什麼 心碎 傷心 還有什麼 落...落寞 這個我到第一站 為什麼落寞 落寞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這中文我可能不好 很死亡的意思 失落了很多 很好很好 還有什麼 不死 不甘 都有 都有 這次比上一次好很多 失望 這又觸碎到一個 我跟你講 半折直樹為什麼好看 因為她帥嗎 不是啊 因為她 半折直樹 她是母愛 為什麼要說半折直樹 沒有錯 我待會會觸碎她那個意思 那是因為她表對情 不是因為她帥 她在適當的時候 什麼叫做會演戲的人 就是在適當的時候 給對的表情吸引觀眾 你表過頭 不會看的 三半 如果表不高 這個氣氛不對 所以好的演員 為什麼那麼高價錢 就是因為她會在適當的時候 表現出適當的感情 這就是她價值所在 所以藝術家也要撿一個 最適當的表情 放在瑪莉亞身上 那你要知道她表情表對 演戲是不是要知道劇情 你才知道在什麼時候 什麼表情出來 你聽到有沒有 戲演得好 就是你知道戲怎麼走 在這個時候是什麼表情 最恰當 那才叫做好的演員 首先你故事要很清楚 你剛剛知道這個故事 你如果不知道故事 你才知道她表情對了 那你就要猜 你用藝術的 藝術就不準 藝術品很精準的 那差一點都不可以 人家又是藝術大師 憑什麼叫大師 我再解一個給你看 那你就需要她背後的故事 你們在座 誰知道什麼叫基督教 有人知道嗎 不知道什麼 知道的請舉手 沒有幾個 來請發 不知道的 基督教是誰不知道 請舉手 不知道的 不知道我才要講 好 我跟妳講 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 西方藝術史都看不到 大部分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在國外 受到藝術教育 所以我要從他們基礎做起 所以都要學 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 是怎麼欣賞這個作品 我請問妳 不可能 不可能 妳都不曉得這個故事在講什麼 妳都不曉得這個故事在講什麼 但故事在講什麼 耶穌定時駕 後來時駕 放在瑪利亞的腿上 就只知道這點是不夠的 好 妳給我七分鐘 我七分鐘裡面 把整個基督教講完 七分鐘喔 不簡單 七分鐘把一個宗教講完 有人那麼厲害嗎 人家 我說 妳聽我說 七分鐘準備好 七分鐘妳就知道基督教了 第一個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我反面點題喔 人家覺得基督教是什麼 我說基督教不是什麼 要這樣快點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有人說 許老師妳拜託 如果宗教不都勸人行善 我說偏偏基督教就不是勸人行善 反而妳想行善要進天國 那不可能 那是絕對不可能 反而被拒絕在外 所以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第二個 基督教不是精神寄託 絕對不是精神寄託 奇怪 基督教不是精神寄託 我以為宗教都是精神寄託 可以寄託我的空虛 不是 就偏偏不是 有人說 基督教是什麼 基督教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許老師在開玩笑 什麼不是加入宗教 我都看人家受洗 不是就是加入宗教嗎 我說不是 受洗的不一定進天堂 不一定得救 包括牧師都不一定得救 所以妳又弄錯 好啦 我三個反面點題 我來正面點題 好啦 那妳講基督教是什麼 我簡單的講一句話 基督教叫做救人不死 救人不死 人會死 救妳不死 她說 徐老師 我等了答案等這麼久 原來妳就是講這個救人不死 拜託 我有參加過基督教的葬禮 我也看過 上過他的追思禮拜 我也看過基督教的墳場 你跟我講救人不死 是搞什麼東西 那妳看我講什麼都要從定義著手 What's the definition of死這件事情的定義是什麼 根據原來 基督教裡面對死的定義叫做separation 分開 separate 下面一個是戲 人死掉靈魂離開身體 是不是就死掉了 對不對 另外一個死是什麼 妳活是什麼 靈魂又回到身體 就是活 對不對 另外一個死是什麼 他們就說 跟上帝的關係不能來往 就是死 就在靈理裡面妳是死人 在上帝眼中看來妳跟西洋一樣 妳跟他不能溝通 所以另外一種死叫靈理的死 救妳不死是兩個都解決 讓妳的身體 靈魂回到身體 妳跟上帝關係會不會來往 有人說我身體火花燒掉怎麼辦 很簡單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再造一個身體妳又放回去 有什麼問題 沒有 不是問題 現在來了 基督教的觀念裡面 這個神跟我們東方的俗相說 人做很好的並信仁 信仁很好的並行 不一樣 基督教講的這個神只有一個 就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這樣的神 這個定義出來嚇死人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他在時間以外 不在時間以下的神 這個很嚇人喔 所以沒有一個可能性是人可以變神的 一個是創造者 一個是受造之物 那中間有跨不過去的鴻溝 有什麼可能性是人可以變神的 那個是跨不過去的鴻溝 再講 我再拉回來 好啦 那現在有問題了 那老師 上帝創造人就是要讓人死的嗎 我知道死的定義啦 人生死了怎麼會死 為什麼要死 那就有意思喔 你要問 合理的問下一個人 人生死了怎麼會死 你們有沒有問過 人為什麼要死 我創造出來就活到永遠了 為什麼要死 那就要講另外定義喔 基督教講這個上帝是公義的 正義 這個就是公義的 就是公義的 公義的對象是什麼 是對罪公義 對不對 什麼叫罪 罪 英文字叫sin 不是crime crime crime 是人類之間犯罪 基督教講的sin 這個的定義是什麼 原文字叫罪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射箭沒有射到那個忘了 正中間喔 差一點點都是罪喔 基督教的罪的定義非常的 種類很多 但是都很嚇人 我隨便講幾個 基督教是認為罪的定義是說 你只要犯過一次 就是犯過全部 只要犯過一次喔 你別說 這是小時候做的事情 現在不算了 沒有 你這一輩子一次死了 只要犯過一次就是犯了罪 第二個 基督教對罪的定義不是說 你不可以做的去做 叫做犯罪 我們過期都這樣想 對吧 基督教不是喔 你不該做的去做的叫犯罪 該做的不做也是罪 哇 這樣就全部把你吃死死了 還有一個更兇的 耶穌自己講的 不是我講的 耶穌說 你心裡面恨人就是殺人 你心裡面看到婦女動的淫煉 你已經犯了奸淫 就違心論了耶 那照這個標準來說 嚇死人 世人哪一個人沒有犯罪 每一個都犯罪啊 所以每一個都該死啊 所以現在人類都死掉了 都犯罪了 那不是 犯罪 神是聖結 就跟你跟他化金關係 就分開來的 人就死了 就是這樣了 下一個問題你要問 人 不是啊 人犯罪就要死 這是神的公義的本性做的 但是現在有一個法官坐在這邊 有犯人帶來了 這個叫做上萬強 偷了人家麵包 四年徒刑 送走 這個人 跟人帶人 西行 上罪 這個又送一個來 這個是什麼 法官一看傻眼 判不下去 為什麼 送來的是他兒子 不一樣意思喔 那這法官可不可以不要判 不可以啊 為什麼 他不判他就違反他法官的公義的本性 對不對 那他就判下去怎麼樣 他又愛他啊 是他自己兒子啊 判不下去啊 不敢嗎 對不對 你還說不敢 判不下去啊 那怎麼辦 怎麼辦 保釋嗎 保釋 抱歉喔 保釋也要找一個沒有罪的來 才能保對不對 我們監討裡面保釋 是不是在外面沒有罪才能保 可不可以犯人之間互相保釋 大家都跑出來 不可以嘛 一定是沒有罪的 全世界人都該死的 沒有一個人沒有罪啊 那誰有 誰有夠格 法官自己 所以最後法官自己下來 替這個罪人付上代價 這就是聖經上講的 上帝道成肉身來到事實上 就是為了人的罪付上代價 一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上帝來就是要擺退兩系 可是死就不夠喔 死之後還要復活 復活什麼 證明祂是神 祂不是人 所以你要毀掉基督教很簡單 怎麼毀掉基督教 耶穌沒有復活 所以基督教重點不是聖誕節 基督教重點是什麼 復活節 復活節證明 這個上帝是真的耶 這個耶穌是真的神耶 神以人的樣式出來耶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在這邊 你要毀掉祂就是毀掉這個 這樣之後 我也不是牧師啦 我也不是傳道人 我說這個目的只有一個 告訴你怎麼解碼這個作品 現在你們知道了喔 故事來了 瑪利亞是上帝透過人的 沒有經過性行為 叫做仔細路 透過瑪利亞的身體 生出耶穌來 因為祂是透過瑪利亞的身體 不是經過人的性行為 所以祂沒有傳成人的罪性 但是後來對耶穌 所以瑪利亞從小就知道 這是上帝的孩子 我怎麼辦 她對她同時有媽媽的感情 同時有對祂是神的感情 我跟祂拜行 祂是我的神 祂宗教信仰是維繫在這邊 但是奇怪耶 我所認識這個神 今天是世的我的手頭 怎麼會躺在那個地方呢 所以這時候瑪利亞就很 剛才講得很複雜囉 她不管是媽媽 妳哪世的她手頭那不甘 還加上她整個信仰的系統 會崩潰的耶 她所相信神不應該死 怎麼會在手上呢 當然這後來三天之後耶穌復活了 耶穌復活 但是祂現在在中間耶 卡在中間耶 祂還不知道未來耶 在時間的軸裡面在軸 所以她看到這時候 那怎麼辦 這麼複雜的情緒交錯在裡面 才會產生這種表情 這種表情就對了 妳有厲害嗎 妳現在知道米開朗基羅厲不厲害 他把這個整個基督教的核心 在這麼重要的一個雕塑作品裡面 把這個時刻抓到 把那個表情抓到 大師 這真的是大師 這沒有話講 這樣會欣賞了嗎 我把你們從製造業 帶到服務業 帶到這個來 把基督教也告訴你們了 台灣民進軍 我們需要這樣的領導人 而且要懂得藝術 懂得神學 懂得各方面的事情 來 下一張 然後他就說 後來這條卡拉巴族畫的一幅畫 就是耶穌復活以後 向門徒顯現 門徒說 你是人還是鬼 耶穌說 鬼也不會吃東西 你來 來 酒拿給我喝 他們門徒就給他吃 吃完以後 有一個叫Darthing Thomas 多疑的多馬 他說 沒有碰到我都不算了 那個圓圓好像變魔術一樣 他說 不然你來 就把他手抓過來 就碰我 耶穌在定時駕的時候 人會確定 事件給上方真的有死嗎 弄的那個尖駕堵下去 那槍把它戳下去 戳下去的話 人死掉的時候 組織液跟血小板會分開 你就看 血跟水流下來 就知道這個人真的死了 那這個屍體才可以拿下來 這樣知道嗎 不然 站著頭跑去 不行 所以耶穌就讓他摸這個洞 就這樣子 多疑的多馬 耶穌說 你是摸到我才信的 那那些沒有看到 沒有聽 只光是聽到就信的人 不就更有福氣嗎 是他耶穌講的 好 下一章 很多 我講的這個故事 你都同心跟我講 徐老師怎麼跟他說基督教 不好意思 全世界跟基督教相關的 超過一半以上 16億 22億 基督教的家回家 都同一個源頭來的 加上猶太教 這種宗教我們不知道 聽都沒有聽過 我們在我們小小的世界裡面 這個是無神論者 這是印度教 4.8億 我們在這個很小很小的sector裡面 過去台灣人去用PEN 就是我們沒有知識 沒有知識 我們沒有知識的話 被人家玩掉了 我們現在就是把法理的知識給台灣人 把這種看東西的知識 各方面的知識 就是在短時間裡面給你們上課 Increase the incapacity 你哪有知識到 要不要管台灣人 不然你變什麼 憑什麼 憑你一個人 數人就跑來就說 我要帶民政府 哪有可能 來 下一章 我跟你講 剛才講的基本觀念 東方跟西方最大的不同在這裡 過去 我們東方 我們所經歷到的都是 人為中心 來製造不同的宗教 來滿足我們遇到的不同困難 這叫功能神 Functional God 我們開的 我們製造假神 可以拜 那是人去創造出來 人為中心 基督教的中心是說 還是說他們回教 還是猶太教 還是天主教 還是說 沒有… 人是為了神創造 所以神是宇宙的中心 人在外圍 這叫做Revelation God Revealed 就是啟示性的宗教 Revealed這個字 原文就是本來黑盒子 你不曉得裡面什麼 把它打開 你就知道了 Revealed 就是宇宙的真理 如果神不打開 人無從 透過你的自己 說我自己很聰明 可以了解 這叫啟示性的宗教 OK 好 下一張 Bernini 這個另外一個 這是希臘神話 同樣我覺得他的技術 不會輸給米開朗基羅 他的故事在講希臘神話 有一個男生追求女生 追了很久 這青春的肉體 皮膚很漂亮 可是抓到追風 好不容易碰到他的時候 那女生的手筋頭 開始變手機 變成樹枝了 最後就變樹枝 你追了老半天 最後這個女生變樹枝 阿波羅的神的兒子 去追這個 誰的女兒 最後就是一個悲劇 就是說 好不容易追了一輩子 到最後 暢然沒有了 樹枝 這個跟米開朗基羅一比 你們會比那個高下嗎 就是他討論 同樣是很好的雕塑家 同樣技術沒有話講 無懈可擊 可是你背後討論的 issue 層次 戰術上面有差別 這樣來決定誰是大師 誰是第二級的大師 你們現在都變成很厲害的 一評家了 我已經把很多的方法 告訴你們 怎麼去evaluate 怎麼評估事情的價值 台灣人以前不知道 什麼叫做 好東西 好賣的價值 我們看不見 台灣民政務說的東西 才有價值 沒有人看過 台灣人一定 可能吃本索的在外面 我們裡面都知道 什麼叫做有價值的東西 下一個 好啦 到羅馬 好啦 看到一個fountain 帶你們繼續參觀羅馬 你就看到一個fountain 水池 不好意思 你告訴我這個水池是什麼 你們看得懂嗎 看不懂 那我馬上給你解 這個水池裡面放了四個河繩 河繩 the gods of the rivers 那哪四條河 它代表東西南北 西方的話就是 什麼 多腦河 就產生那個西方文明的 埃及 active 一家的一路 三家的那個 那裡就叫做 淨池 很奇怪 另一路 我敢做這種水池 因為全世界四的地極的河繩 以前的河繩都會抓到我 再放一下 踩一下 噴水 帝國最喜歡這樣子 羅馬那時候是一個帝國 你如果越南來做這個不是很好笑 還是中國 你沒有離開中國過 你說你是帝國很好笑 帝國要橫跨歐亞非各幾州 這種帝國才會做的事情 你也只有在羅馬看得到的水池 你沒有解碼器你看不懂 下一張 過了幾年以後 法國也做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有人知道嗎 這什麼 不叫巴黎的 這叫艾菲爾鐵塔在巴黎 你們把地名跟那個鐵塔 鐵塔名叫艾菲爾鐵塔 Ever Tower 它有幾根腳 四根腳很好 為什麼四根 就回到剛剛那個水池 什麼地的四極 可是它現在帶出一個新的 definition of the king 什麼叫做Empire 新的定義的帝國是什麼 三度空間 以前是平面 XY軸現在加上Z軸 就往天空發展 所以有制空權的才叫帝國 過去什麼奇馬打仗的戰地 那都沒有像 蒙古那都過去了 羅馬那也過去了 波斯帝國那也過去了 金馬凱系我們叫做西方的高科系 也讓飛上天空的 制空權的就是帝國 有厲害嗎 從那個之後飛機也來 飛船也來 New era 新的時代的帝國出現 它定義 透過它所做的建築 告訴你新的定義 Definition 來 下一張 1889年就做了 過了60年以後 發生什麼事 登陸月球 為什麼 新的帝國來了 美國帝國這個定義 比你那個巴黎鐵還高 我跑到月亮去了 到外太空去了 Technology 新的帝國出現了 它宣告新的帝國的定義是這個 所以誰要跟它拼 那時候USSR 蘇維埃共和國聯邦 要跟它拼 就兩個相傳 其他國家跟不上 其他國家跟不上 因為沒有這種科技 沒有這個錢 沒有這個能力 對不對 要知道 來 再下一個 最近最夯的 印度說跑到哪裡去 火星 對不對 我先跟你們有一個概念 地球到月球 覺得很橫的對不對 請問你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這樣你才知道 到火星有多偉大 你有沒有看到 我跟你講 一千五百倍 嚇一跳 你知道那個距離感 嚇死你了 自己叫做新 新的元素 所以大家在搶 印度去是去到軌道 它沒有下去 這個美國 這個是真的登陸下一張 登陸小艇 直接上在那邊拍的照片 直接傳回台灣 不是 直接傳回美國 有沒有看到 它現在一直在採集樣本 到處照相 這不是只有這樣 我只是拿其中一張給你們看 不斷地傳回那邊的資料 其他就在軌道裡面繞 不算 怕它說最兇 沒有錯 是很便宜 那你怎麼下去 那星球又上來 又傳資料回來 可不可以做得到 不行 那個是另外一種技術 所以美國做到了 歐盟也做到了 現在印度也跟上了 Russia也做到了 那還有什麼 其他都要做得到 目前沒辦法做到 大家都在搶著當帝國 對不對 好 下一張 好啦 這個是哪裡 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都沒有人知道 你們真的沒有去過歐洲 你們真的沒有去過歐洲 在法國羅浮宮 中間有一個entrance 入口處是被譽名設計 下一張 這是羅浮宮 這是很早 很古老的一個museum 可是那時候他發包 請被譽名設計 一個入口處 法國人一開始不太喜歡 後來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愛不釋手 換他到要死 被譽名是一個不錯的建築師 中國人 但是 因為他從小就是 爸爸是中國國家銀行的 那種 好怕人 好怕地 好怕地 西方的東西 新建建築 一樣 都是建築師 轉來轉去 那後來他 在接這個案子 他在埃及住了好多年 你知道為什麼設計這個嗎 法國在科技上 並不是世界上的 最主要的 但他認為 他自認為 他是所有西方文化傳承者 他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帝國 是文化上的帝国 我不想再讲太多 你们自己随便去看法国的都市计划 你就怕死你 那个是超过我们一百年以上的水准 好 先讲这个 那为什么是这个 为什么是埃及金字塔 有人说这是金字塔 它下面是一个道金字塔 道金字塔是在一个正小的金字塔 这是entrance入口处 可是它把整个西方文化精髓 在这边抓出来 那个建筑物把它抓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个 你们知道吗 我跟你讲 整个西方的文明的传承 从埃及开始 到希腊 罗马 一直传承到 法国说我揭续下去 所以 罗马帝国的 就是金字塔这个东西 非常重要 因为它的出现 把整个文化的传承 那个脉络就展现出来 这样会看 下一张 我是按照大家的反应来决定要讲多快 来 这个谁知道是什么地方 拜托吧 来 下一张 再下一张给你们看更清楚 这1851年在英国 这叫水晶宫 Crystal Palace 水晶宫是后来烧掉了 所以你们现在没有人会看得到 但是当时在1851年的时候 我跟你讲这里面有多大 我跟你讲 有14000个摊位 你们现在知道世贸 世贸有不同摊位 它有14000个 14000个有多少个人 上百万人来visit 这几百万人的话怎么坐电梯 每天要吃多少东西 要喝多少水 要多少车子 要多少停车场 1851年 要多少电梯 要多少电量供应 你们做基础工程的你就知道 然后它里面要展现这种科技 它全部是玻璃 整片的玻璃输出 大面的玻璃 1851年的英国已经有这个技术 把玻璃整片大片输出 然后做这个结构 把玻璃掀上去 这叫水晶宫 里面都是植物各方面 还有摊位 一万四千个单位要养多少个人 一个单位三个人去照顾就好了 趁着游客来这里看 你也要做一个 对吧 不简单的 1851年的 来 我上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停 1850年的英国 来 下一张 后来烧掉了 好啦 我现在给你们做的叫做帝国节 什么叫做帝国 我们是台日本帝国的臣民 后来被流亡政府招踏到 什么叫帝国都不知道了 我们短时间里面 日本在50年把台湾 从一个很落后大清帝国 再落后到不落后的片地区 变成很强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么短做到 因为人家是帝国 帝国有帝国的动作跟做法 他做得到 台湾人不知道 但是你们的身份都确定了 都是本土台湾人 台日本帝国的市民 我还是要给你这种教育 那我们先看美国现在这个帝国在做什么 我跟你说 帝国的人都在做什么 每天在工作吗 错 帝国的人一天到晚在做什么 我跟你讲 在玩 那我们在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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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梦想 那我们在上课 美国主要的生产 产值都在这里面出现 随便讲 光玩的来讲 玩哦 我只讲一些男生爱看 NFL加NHL MLB NBA 职业篮球 职业美式足球 Hockey 冰上曲棍球 美国职业棒球 全部加起来它的产值是440到470个Billion 每一年 470是我们台湾的生产毛额 GDP 每一年他们只能去算就算那些事情了 几个条呢 474个Billion Billion是10亿美金 所以是4748亿美金 再乘以30再加个零 这样会算吗 再来NASA 就说梦想 只有NASA 18.724个Billion NASA 它的教育费用 你知道美国光大学有几间 4000多间 4000多间 那下一张给大家看 电影产业 电影产业 我就没说了 什么电影产业 那钱很多 怕死人 这是什么东西 光是加州一个州里面的大学 就这么多了 随便讲里面几个大学 都很出名 加州理工学院 史丹佛大学 伯克莱大学 UCLA 你随便Name it You name it 就这么多大学 就这么多大学 每个大学要钱去养嘛 是不是 来下一张 这是美国的Ivy League School 它一共八所学校 Halbert, Princeton, Columbia, Cornell, Dartmouth, Penn, Yale OK 它每年光是捐给学校的钱多少 13兆台币 13条啦 每个捐款给学校的喔 每个捐款给学校的喔 你看Halbert就一兆了嘛 台币是9996亿 不就一兆 每年捐款喔 所以为什么台湾人 黑西苗要出国念书 你投资在台湾人身上有多少钱 我们这边练大学好了 投资在你身上多少钱 人家投资在你身上多少钱 你只是申请进入那个大学 这些享受人家一兆所养出来的大学 多资保重率最高啦 那也在台湾 黑西苗要去Halbert也有这种 长城人学校念书 就说实力学校喔 不是公立大学喔 好 下一张 好啦 这是他们玩的游戏 你哪里在座哪一个 汉草比较稠的来 试试看 好 我跟你讲喔 这些上至少都200公分 200多公斤 吓死了 所以他们玩这个足球的时候要带钢盔 要不然会断手断脚 死掉的都有 然后他们的玩法很复杂 你看他每次球场一来 十几二十万人在看的 下一个 这是他们高中的球队就已经这种按照了 七尺 七尺二 七尺 六尺八 六尺十一寸 这是他们大学队 这是Texas 这是职业队 然后这是他们球场 这是美式足球 你们在座有谁在看美式足球 上次有一些人 来 美式足球怎么玩 我跟你讲 来 下一张 你看 打到都要这样子 送单架随时准备好 要送走的 弄成这样 冲撞 来 下一张 他们有位的四分位 有quarterback 有前锋 有跑峰 有receiver 有球可以用长船的 有人跑去接 打阵 有的人是在后面一直这样 死马死马往前攻 但是 然后这个球队怎么玩 有offense 有攻击的 有defense 有防守的 还有second team 在下面玩的时候 他们要判读对方的战术 所以他们在上面 还找了一批人 坐在最高的地方往下看 用无线电通知下面的教练 对方用什么战术 你现在要怎么打 要哪个球员上场 在哪个位置 随时换来换去 他们一个球队要养一百多个人 我跟你讲 这在做什么 他们玩这种游戏在做什么 在学打仗 他们的球队是在学打仗 我放你在哪个位置 你就是好好在那个位置上 做好你的本分的工作 台湾人说 不要看这种游戏 这叫帝国的游戏 帝国在不断训练 他下一代的接班人 所以在NNF打过球的这些人 都有一些领导统预的观念 出去到企业里面都是一时之选 他们从小就玩富贸 男生就玩富贸 知道每个人怎么打个人的位置 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你们现在换位置要换脑袋 你知道吗 你从一个素人进到台湾民政府 要当官员 你就换脑袋 你不要动不动 我要上街抗议 你想一想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不要做狗人做素人 这只是普通的一个什么 Big 12联盟的里面的 你看多少 下一张 在整个人里面去筛选 好啦 我现在讲另外一个部分 这些人后来有一些叫军队 美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单位 美国有几个单位 来 United States Army Marine Navy Air Force Cost Guard 美国有五军 美一军的它的预算 你看 一个Billion的三百亿台币 18兆台币2014年 18兆台币 去赐这个美军 吓死你 我不敢 这不是钱就可以堆出来 你不要弄错 比如说每一个中国努力的 增加国防预算 并不等于Quality 因为一个东西的Quality 要各种东西都到位 我刚才忘了跟你讲一件事情 艺术这个东西就好像他们叫做 The Final Jewel of the Crown 就是皇冠最后的宝石 你要放 In order to get that 宝石 你其他的宝石要到位 什么是其他的宝石 经济发展 社会结构 人民素质 各方面 财经 国家的各方面的都到位 才会放最后那个叫做 艺术的宝石 你哪没有到那个位置 玩艺术就玩得不成样子 艺术就变成炒作 市场上炒作的产品 不是真的艺术 再拉回这个 他们从陆军的装备到 不断的创新研发 你离不住的啦 台湾人叫中文媒体去限制到 你根本看不动 什么叫做美国的军队 现在用无人的飞机在打仗 没有在用人了啦 比人坐不好 比船坐也不好 比船坐也不好 军舰全部一次消灭掉 你知道现在有新的炮是什么 它的质量炮 Mass 那叫质量 叫到Mass乘以速度 你只要超过8马赫9马赫 它所造成的impact 不用做炮弹 像这个一个 块状 铁块 这样给它拢下去 足够了 然后它因为它8马赫 所以没有一个飞弹追得到 你不可能拦截 飞弹顶多3马赫4马赫 它可以8马赫 蹦 倒 结束 不怕什么 怎么打 我不晓得要怎么打 你会看美国 看得越来越强 来 下一张 好啦 我刚才跟你讲宗教解码 我待会跟你讲立体化派 但是这里面我会讲一个 刚才讲的资源回收人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资源回收人 有人没有上过台湾史解码 请举手 没有上过台湾史解码 好 请放下 因为你们没有上过不晓 我再讲 我再重新给你一个定义 什么叫资源回收人 就是以前部落互相打仗 打完以后照理说 你会把对方的 箭摆人都抬戏 对不对 然后在你的土地水资源 那为什么要全部杀死 怕你报仇 以后生后患 大家知道吗 后来做久 这样不太对 全部杀死以后怎么办 土地变多 水资源变多 我怎么去 我还要派人去弄 好辛苦 所以呢 他只杀你的 较聪明的 较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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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男朋友都较厉害的 村子老若父母留在那边 继续帮我种田种菜 这一家大山 他只吃饭 睡觉 所以那時候英國本來統治的時候 時間到了總督把錢拿走就好了 那時候那個租約到期 他就還給中國 中國就說 舞照跳馬照跑 就是對這群沒有投的人繼續 你繼續來不要鬧啦 這樣乖乖的就好了 現在時間到了 一國兩制以前台灣看 現在台灣他收不到回去 當然一國一制誰跟你一國兩制 收回來 香港人跳給他 為什麼會這樣子 太晚了 有辦法老早就移民了 跑到澳洲 跑到英國 跑到大英國 其他國家移民跑掉了 可是呢 移民跑掉的人怎麼樣 還是資源回收人 他也是沒有腦的人 到那邊只是幫當地的國家製造生產 對不對 他沒有效忠對象 什麼叫有腦的人 有效忠對象的人 沒有效忠對象 繼續吃飯 吃飯 睡覺 唱歌 吊舞 買東東 到哪裡都是哪一個國家可以 知道嗎 那就是資源回收人 知道嗎 來 下一張 再下一張 今天時間我算一下 來 再下一張 我們講藝術史好了 這是什麼東西 這都過去的土 你們過去看到基本上都是這種話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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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張 印象派的 反骨啦 萌捏啦 下一張 這個看得懂嗎 上過台灣史都看得懂 沒有上過台灣史解碼都看不懂 這叫什麼 這叫立體化派 怎麼看 很簡單 就像一個杯子一樣 這樣是不是水平 這樣也是水平 這樣也是水平 對不對 所以 我可以這樣看 我也可以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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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 時間固定 觀點改變 就會產生這個結果 時間固定 觀點一直在變動 產生這個結果 放在同樣的位置 把它兜在一起 變成立體化派 這叫皮卡索 1907年的時候 就畫出來 上上世紀 上個世紀 1907年 你阿公阿嬤阿祖的時候 就畫這樣 這叫皮卡索 你現在看我 表示你的藝術欣賞水準 倒回一百多年前 下一張 皮卡索說 他畫的畫是跟人家抄的 欸 皮卡索抄誰 他說他抄 抄Cezanne 賽上的 賽上抄他什麼東西 怎麼變皮卡索的立體化派 我就揭碼給你看 這是在早期 Saint Victoria Mountain 他為了畫這個山 他晚年就搬到這邊 蓋了一個房子 每天畫山 下一張 就這座山的前面 賽上 來 下一張 看到這個沒有 這什麼東西 畫山畫到後來 飛機了 對不對 你會感覺飛飛的 要那邊看嗎 你們需要解碼器 請問在座各位 有誰有寫生過 小學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初中的時候 有沒有寫生 有寫生請舉手 很好 請問你們寫生的時間多久 要不要半天 早上八點中午 哪一個便當在那邊吃 對不對 下午要畫繼續畫 對不對 那有沒有人寫生 一個小時的 老師太短了對不對 一個小時寫生有沒有 有沒有寫生五分鐘的 有沒有 有沒有寫生五分鐘 有沒有 有啊 我們班上的那個 又壞學生都這樣子 親切走走就跑了 下課的時候就要來教 五分鐘寫生 那我再誇張一下 有沒有一秒鐘寫生 那我再誇張一下 許老師講話 從來就不是亂講 那你們在動作腦向 什麼叫一秒鐘寫生 對啊 一秒鐘 照相 但是不叫寫生 那叫照相 請問你 來 回去看 回去那幾張 台生 往前面 走到那個 寫實的那幾張 好啦 就這張 這都是一秒鐘寫生 盪鞦韆 盪到一半 不會動 這不是一碼兇寫生 所以我那時候跟學生講說 你畫這個畫有沒有搞錯 現在中午12點 你早上8點來畫 影子也不一樣 太陽也換位置 你怎麼還在畫早上8點的狀況 你搞噴 重畫 學生老師 你還開玩笑 我說沒有開玩笑 現在是中午12點 你現在知道我的意思嗎 時間都換 太陽都換了 雲也走 雲也來了 你的內容都換了 顏色都換了 所以我們回到賽上那一張 賽上就是我眼中看來的好學生 來 再下一張 他在調顏色 他看到一個顏色 這是綠色 調一下 怎麼不變了 太陽來了 顏色換了 所以他在調新的顏色再放上去 怎麼顏色又變了 他在調 所以他如果畫8個小時 就是這8個小時裡面 這座山顏色的變化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講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座山他畫一個月 就是一個月對這座山的紀錄 Recording 因為你看 觀察的東西沒有變 時間在變 顏色在變 他就變成這樣灰灰灰 這樣會看了嗎 他是一個老實的寫生的畫家 沒想到這開啟一扇棉格 皮卡索變成說 好啦 你觀察的東西不變 觀察點不變 時間轉動變這個結果 那我倒過來 我時間不變 觀察點變的時候 就是粒粒畫拍 這樣會看嗎 所以皮卡索做這件事情 就開啟了一扇潘多拉的盒子 什麼樣的盒子 我鬼怪的跑出來下一張 下一張 來 他想說 你既然觀點可以改變 那我們對同樣一件事情看法可以不同 畫畫不一定要畫在帆布上 不一定要做一個框 大地是我的畫布 避雷針插上去 雷打下來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這也是我作畫方式之一 那有人講說 那我就用一個推土機 從山上把土推下來 到海裡面繞一圈可不可以 也可以 那有人講說 畫就分為幾根 不過就是概念 主題 然後物件本身 好 那就把椅子 真的椅子放在這邊 照相 畫的椅子放在這邊 椅子在字典上的定義放出來 分開來了 那也有人講說 漫畫也可以是藝術 普普藝術 現在知道嗎 藝術 這個都在很多年前 五十年以上的事情 我不會再講最近的事情 下一張 我們都沒有這塊 這個是什麼 一個瘋子 這是島 這是島 這上面是船 這黑黑的像蒼蠅頭 一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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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島 用那個白色 粉紅色的布把它包起來 你不厲害 包一個又沒時間 又一直包起來 它包了十幾個島 我請問你 你們就是台灣人 就製造業 也用製造業的話 跟你們對話 請問這些布 多不多 要花很多錢對不對 都要染同一個顏色 都粉紅色布 之後不能回收的 也不能做衣服 誰穿粉紅色衣服 可以賣掉這麼多布 沒有嘛 所以它只用一次對不對 然後這布 這水流是在流動的 你要用固定那個帆布的位置 不是帆布 它是布料 薄 要有人去撐吧 有人去拉吧 要幾條船去做這個動作 你拍這個照片 我跟你講 在台北市那邊 拍一個空拍圖 請一個直升飛機 駕駛員 攝影師 一百萬 一百萬 撥起來下來 他就要花多少錢 請問你 他有一個 要去做這件事情 他要有多少船去拉這個 同時拉 要有多少船 他這項目大不大 超級嚇人的大 這只有在帝國才做的事 下一張 下一張 來 你看 我跟你講說島有幾根 你可以看到嗎 對不對 喔 這麼多順在那裡 為何要做他的項目 一直到最左上面 來 他這個還不夠 把德國的議會把它包起來 有多少人去看 這人蕭蕭的一些 Crystal跟Claude 他以前 1950年代的那種蕭蕭 他把海岸給包起來 用布 把整個海岸都包起來 布料要錢 要有人贊助 憑他的財力不可能 對不對 那你要傳遞你的理念 要有人配合 他看見 這只有在帝國才做得出來的 project 那這怎麼台灣這種 programmaticism 使用主義 那不夠了 別做了 對吧 有夢想的國家 要有Vision的國家才會做出這種藝術作品 台灣人你有沒有Vision 我在這邊每一次上課上這麼久了 幾年了都去對台灣人呼喚 台灣人要有Vision 要有夢想 要有人去執行 要有人去支持 法理已經這麼清楚了 人家藝術家的理念都可以傳遞出去 這麼偉大的項目這樣連續做下去 這是你沒辦法想像的事情 但是美國人做得到 人家是帝國 台灣人是怎樣 大家都叫他們走掉 資源回收人還不如 下一張 這叫抽象畫 台灣史捷馬那時候本來要給你們看 抽象畫 抽象畫什麼都不像 你也猜不出來任何東西 這才是真的抽象畫 Jackson Pollock Richard Dippincorn Cy Tumbley 下一張 Jackson Pollock Dripping 用掃的下一張 William Dacooning下一張 後來 剛才那個畫都賣到很貴 來 上一張 上一張 搞不好 Museum 女人都放這種畫 以至於有些藝術家說 你把我們藝術家說 一幅畫都上藝 美術館都擺這種畫 都沒有人看到 怎麼辦 所以有一群反動組織就造出來 一群資源回收人 說 不 我們每天 這個是我們庶民的文化 我們庶民的文化就是 每天喝湯 下一張 這叫瀑瀑藝術 我們把湯罐頭畫出來 賣 為什麼湯罐頭不能放美術館 就叫Andy Warhol 來 下一張 瑪麗人的文化是每天 那時候那個年代 每天報紙一打開 就是瑪麗人的文化的新聞 才能見到每天是誰的新聞 AK48 或什麼 有照片 給它畫出來 放在美術館 下一張 好啦 不要再看黃色小鴨了 這個比較有水準 就算你要做瀑瀑藝術 也有比較高檔的瀑瀑藝術 要去欣賞 這叫Jeff Quinn 他做的作品 Jeff Quinn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就是Credit 要給人家 用人家圖片 要Credit給人家 就是瀑瀑藝術 跟Abstract Art的反動 那你們要看 來 下一個 也就是它是什麼 我覺得完全跟它不一樣 有沒有水準 你們看了女生 應該都有感覺 都很喜歡 覺得很可愛 沒有這種反應很奇怪 好不好看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我走快了 我要走快了 沒有反應我要走 1907年的紐約 那時候就鋼鼓結構了 這跟18多年的紐約 你們看電線擠到這關停多 我跟你講都沒辦法自殺 到路上跳下來就卡住了 對不對 那都是電話線 紐約 後來變成這樣 現在紐約變成這樣 下一張 我就跟你講 帝國做了什麼變化 來 台灣人 很可能 除了知識上不知道 法理上不知道 然後還被鬼附身 我講到台灣人 鬼去復興 你們都知道 你們都知道 台灣人為什麼被鬼附身 不是 鬼附身什麼是鬼 你台灣人說不出來 你如果說我是中國人的名字 為什麼會這樣 鬼附到台灣人身上 中華民國立王政府是鬼政權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已經死掉的政權 離開他本來的身體 跑到台灣來 台灣不是他的身體 他不是鬼是什麼 是不是 現在鬼要給法理出來 要給鬼冠軍 下死命 要給鬼造是什麼人 冬季 是不是 冬季是扣鬼附身 在賺錢 現在法理出來 鬼要給他冠軍 下死命 要給鬼造 誰人是冬季 台灣人裡面誰人是冬季 下死命去投票 那就是冬季 還有什麼 國民黨裡面的本土牌 台連 民進黨 都想辦法讓這個 規制官要就地合法的 就是冬季 因為他是扣這個系統 在賺錢的 然後軍官才拿18%的台灣人 就是冬季 扣這個規制官賺錢的人 就是冬季 但是現在台灣軍要出發了 你們這些 因為我現在在網路 這些不管你是台灣人 你本來就是台灣人 你們身分清楚 但是你還在支持這個流亡政權的 趕快醒過來 歸隊 因為台灣民政府要出發 時間會進 這就是趕鬼的故事 來 我們現在已經在台日本 日本國的臣民 各方面我們要 分辨我們該有的身分 各方面我們要分辨我們該有的身分 你很清 太多 做人都要改變 以後台灣民政府的話 你被派到不同的地方 擔任那個部門的討屋的時候 等於是把一個很單純的人 派在那邊 旁邊都是很危險的 你騙什麼去管他們 你憑什麼去管他們 當然我們會給你不同的權利 比如說人事權 比如說財務權 但是你憑什麼在那邊繼續待下去 憑你的專業嗎 你哪有什麼專業 你們都素人 專業什麼 我派你叫中綱 你要去管 你怎麼管 幾千名員工 你講話就沒人 你幫你踢手 所以唯一能夠讓台灣民政府的人 站在那些不同的地方 是什麼 我跟你講兩件事而已 一個是法理 你法理比他們清楚 他們不懂 你用法理來做你的決策 第二個 你的個人操守 要無可指責 要不然你就會被撞掉了 很快 幫你搖洗 好空來 過去都這樣領錢 你怎麼不這樣領錢 對不對 主管請你簽個名 你簽個名就有錢拿 你要這樣做 台灣人 要洗你 民政府你只要趕進來當官員 貪污一定是 一定是什麼 死刑 所以你心裡要自隔 要來台灣民政府做官 就是這樣 沒有在開玩笑 把理要清楚 操守要連結 下一張 這就是說我們台灣人什麼人 因為你現在還沒有上過台灣史劫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人對他來 我們不是中國人 M174的後代 這是A級證據 最近國家地理雜誌 把人的DNA 用Q-tips在口腔裡面刮出來 我們只要反演後代的時候 我們染色體複製 複製的過程中會有誤差 誤差就會產生一個記號 記號延續到你的下一代 所以你走到哪裡 你都carry the same signal 到你的後代去 所以他用這個方法倒追回來 把70萬個樣本空間 把所有人類的遷徙度 Migration Map抓出來 人從哪裡來 這四萬 這叫墨流 六萬年前只有一個源頭 非洲 他們叫Scientific Adam 從這邊出來 有人說 許老師 我從這裡來比較有興趣 從這裡來 非洲 南部 南葉門 印度南部 爪哇 馬來半島 到台灣 在日本 朝鮮半島北部 在幾個所謂的中原地區 所謂的中原地區有幾個人 非洲來的 不不 從那個歐洲 蒙古下來的 從中亞來的 有歐洲來的 還有東南亞上去的 所以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大雜種 沒有錯 我不是在罵人 我在陳述事實 因為好多種的人在裡面 所以你不要跟人講 什麼漢人血統 沒有的 沒有漢人 除非你定義出來說 這個叫漢人的DNA 你Define出來 大家去驗血 說我是漢人 沒有 定義不出來 因為這裡面太多人在裡面 四萬年前都到台灣 我們再是祖先 台灣人是 韓國人說他是中國人主先 對不對 中國人氣得要死 沒有錯 真的你一部分的中國人 是韓國來的 可是韓國人對著來 日本 日本人對著來 台灣人去的 台灣對著來 馬來半島才來 所以四萬年就到這邊 四萬年就到台灣 沒跟外面接觸 是到最近幾百年才有 我們M1742後代 在這個土地生團 四萬年 沒有跟外面接觸 你覺得純不純 相對純嘛 相對純嘛 我沒有講絕對純 但是相對純嘛 所以台灣人去拜中國人做 你的祖先是誰 北祖嘛 中國人去拜中國... 台灣人去拜中國人做祖先是北祖 你知道嗎 我們的祖先在這裡四萬年 你如果去拜祖我們會買你的人 他們那時候我們會怕孫背 不要弄錯了 不要以為你說台藝就是台灣人 不要以為你說客家化你就客人 根本就不是 結果你是平埔族跟高砂族的後代 M1742後代 生存在這邊四萬年 因為文化上 語言上被人家改了 你就認同人家的文化 想說我們是從中國來 笑死人 根本不是 現在知道了嗎 這是科學證據 沒辦法好笑 沒辦法讓你慶祭說 沒辦法讓你國民黨這樣洗腦洗出來 科學證據拿出來 除非你提出新的施政 來推翻它 否則不用說 台灣人哪個 你的姓氏也不是你的姓氏 人家給你 尋生 台灣人不信 尋的膽子 都不是啦 我們本地我們的祖先 不是這種生 我們是 阿祖、家鄉 沒有 阿公、家鄉 爸爸、家鄉 我的名字 那個跟現在印度姓氏體系很像 那個是我們古刷做 我們MEC是後代 祖先是怎麼樣 在這個島上生存 這樣知道 時間點了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 我今天剩下時間 我花一段時間講經濟解碼 因為以後你會擔任官員 比如說擔任參議員、眾議員 我請問你一個法案來了 你怎麼辦 一個法案推過來 比如說 要節能減碳 為什麼 現在節能減碳 要碳排放量太高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大賣場 溫度提高 一度、兩度好不好 要變二十七度 二十八度好不好 你怎麼做決策 我請問你 你怎麼做決策 如果有一個法案來 很好啊 就通過 是啊 為什麼是啊 你知道原因在哪裡 你不曉得經濟怎麼運作 大賣場你提高兩度 變二八、二九度 軟軟軟 你怎麼做決策 告訴我 所以我現在 基本上給大家一個基本的概念 什麼叫資本主義 OK 從這邊開始 十六時期的啟蒙時期 從黑暗時期 進入啟蒙時期 然後一個RND 你… 我不曉得大家聽得懂 聽得不懂 但是我繼續講 OK 那你回去可以反覆的看 不是那麼簡單了解 但是我慢慢說 你們家裡有汗水嗎 大家都有汗水 對不對 汗水裡面有汗煙 蒸氣嘛對不對 幾百年幾千年 大家都汗水清煙 可是人家就是比較天才 他可以把清煙這件事 做成蒸氣機 蒸氣機 變成機器 帶動大機器 你來轉動 以前都用蒸氣在帶動力量 那不是 早期啦 火車也是用蒸氣嘛 煙火 燒水 蒸氣推動那個 汗煙的引擎 蹦蹦蹦蹦 這樣啦 今天才換到別的 用汽油去引擎 這叫內燃機 你知道嗎 因為有RND 就是對大自然解密 從大自然這些 已經有的自然現象裡面 它發覺裡面有好多寶藏 一解開來以後 就產生技術 這個技術讓我們 帶進工業化過程 所以以前做一雙鞋子 可能一個人一天做一雙 頂多 兩天做一雙 現在一天可以做幾千雙 大量的製造生產以後 拿到去哪裡 拿到市場上去賣 市場上去賣 然後你製造一個金融體系系統 賺了大部分的錢 錢賺回來以後 再繼續做RND RND完了 在技術 新的技術又出來 在製造 就開始運作了 知道嗎 這叫reward 這叫power 這叫insight insight是對大自然的insight 看到一些秘密 然後製造出 從大自然這個insight裡面 得到power 力量 再把這力量轉換成製造很多東西 再得到reward再回來 在製造 因為這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所以 所以什麼 ignorance was overcome 無知的人越來越少 你們不覺得現在已經沒有文盲了嗎 因為科技的發展 因為使用東西需要很多的知識 所以你被迫去學習 為了要使用手機 對不對 以前手機卡著電話就好 現在智慧型呢 智慧型你就要去黑心的東西 是不是 就越來越難的東西 你就要學更多 所以現在幾乎沒有文盲了嘛 上網就馬上就普遍了嘛 你不會打字就訓了嘛 對不對 就被淘汰了嘛 所以現在年齡經驗的人 知識就學得很快嘛 病毒病毒 以前譬如說伊波拉病毒 以前那種材料 一定要死幾百萬人 才會動起來嘛 死得人都沒有 歐洲死掉幾分之幾 黑死病 現在不會啦 只要一開始 疾病一起來 大家就想辦法管治 為什麼 你有大量的錢進去做R&D 有大量的金錢可以管治 這都是敗資本主義之事 才有這個結果 人類才會平均壽命一直延長 平均30幾歲 40歲就死了 現在不用了 還要百塊一塊 就是因為這個資本在運作 Poverty 現在真的窮 除了你不要做事情 你如果做事情真的有飯吃 那不是 你如果真的散到那種錢 你馬上上網說 跟記者說我沒辦法吃 阿嬤像記者來補 你賬戶弄出來 馬上幾百萬就一百 不好意思 我在教壞 然後戰爭也越來越沒有像以前那麼殘酷 戰爭 政經現在開始用無人 斬首式的行動殺人 會鬧事把你抬掉就好了 出狀況ISO ISO 就針對性的 不是普遍性的滅人 比較人性化 你只殺軍人 不可以殺平民百姓 你知道嗎 資本主義的發展 當然有它的副作用 但是基本上 往這個當中走是對的 所以為什麼民進戶騎 不能做幾件事情 好啦 我再講幾個簡單的 資本主義在運作的時候 怎麼讓它停下來 停下來就死了 你只要消費的速度不夠快的時候 這個資本主義的巨輪就停下來 經濟停滯 大家都倒楣 資本主義不能不再亂下去 再亂下去 大家就恢復原始時代 沒有製造生產 一定要消費 你不能只是一天到晚製造生產 沒有消費 它是一個運作體系 那怎麼讓它停下來 我跟你講 共產主義的思想就可以讓它停下來 這個輪子怎麼要停下來 有錢人覺得生活很空虛 窮人覺得生活很滿足 這個輪子就停下來 再講一次 有錢的人 有錢的人覺得生活很康悉 都可以吃災念佛 都沒有慾望 窮人都覺得很滿足 這就是共產主義在做的事 保護窮人 結果就是大家都不想努力工作 有錢人就在鬥爭 大家不想買好東西 不想更好什麼 資本主義則怎麼運作 有錢人覺得有買不完的好東西 有一層又一層 越來越高級的享受 窮人覺得我只要稍微努力 我就可以往上爬 這樣的運作才可以動得起來 了解嗎 所以台灣人過去都沒有這種知識 五人做五事去投傻瓜的票 就是這樣 我們那觀念都錯了 被媒體在誤導 那因為這樣的運作過程當中 有幾個基本條件要符合 第一個 資訊要完全透明化 要民主 為什麼要推民主 美國想要推民主 推人權 你沒有一個Democratic Society的時候 我再跟你講一個比較 稍微複雜一點 在這裡面 很重要 為什麼要有資訊透明化 我們現在買一台電視 上網去查 這是哪一家產品 哪一家產品 不同價格 對不對 你會比價 你選擇最好的 對不對 沒錯吧 大家都睡了 也就是說你後來 以自己的經濟能力 你買就最好的選擇出來 但是如果這資訊不透明的時候 你有可能怎麼樣 花很多錢買到很爛的產品 對不對 過去為什麼發生事情 日本努力的把東西 越做越好越貴 越賣不掉 中國亂做 歐白的到島居然大賣 這樣就等於怎樣 Discourage這個遊戲規則 大家就不會往上努力 就惡搞 共產主義進來就會惡搞 山寨板可以賣的大賣 它就有問題 因為這個裡面需要一個什麼 鼓勵人家東西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得到最大的獎賞 做得爛的人要接受不好的獎賞 更爛的要接受懲罰 這才是真正的遊戲規則 那要有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需要資訊透明化 需要大部分人有知識 做正確的判斷 對不對 什麼叫貿易障礙 就是政府用它的公權力 去保護它特定產業 基本上是沒有競爭力的產業 還讓它活得下去 這就影響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你知道嗎 這就是貿易障礙 要打破貿易障礙 在做這件事情 它為了保護自己本身的產業 讓一些不公平的競爭 發生在這個系統裡面 那就完蛋了 我經濟不想再講 有點太深了 再來下一個 這個按按看 按鈕我大概沒按過 我那時候裝了一個按鈕在這邊 看會到哪裡去 就回到這邊 好 這下一個 我現在還有15分鐘 我看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有東西很多可以講 但是 啊啊啊啊 再上一個 再下一個 好 我跟你講 當我講這麼多的時候 台灣人有一個反應 徐老師你講這麼多 不好 那我每天 反正我現在已經住地保 開了Bugatti跑車 我為什麼要去處理這套 我跟你講 你再怎麼做 應該怎麼講一下 上次我已經講過這個故事 你們在座追求自由幸福快樂的人請舉手 結果我這輩子就是追求自由幸福快樂的人 有人好高興的舉手 錯了 這個東西是副產品 不是主要目標 但是你把副產品當主要目標的追求 會發生下列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醫生 他說 我以賺錢為目標 這樣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這醫生你敢去看 但是如果這個醫生說 我以給提供病人最好的治療 想辦法把它治好為目標 這樣對不對 對 因為這樣子所以才看的病人很多 對不對 因為病人很多所以他賺大錢對不對 對 他現在知道原因了嗎 你的過程正確你所得到的結果 就是享受 OK 好啦 你說自由幸福快樂 我請問你要什麼樣的自由 我隨便去那邊想吃什麼 就把他抓起來吃 這叫自由嗎 不是吧 什麼叫幸福 搶人家老公叫幸福 因為我喜歡那個人 當然你們都知道不是 但是我跟你講 你把這個當目標的時候 就會做成你 為什麼會有收水油 就是這些人 只有自由幸福快樂為目標 個人的喔 所以我做什麼 那些人家的事情 去死死把人家的事情 了解了嗎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你必須要按照過程 得到你該有的 比如說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一個女生說 這個男生看起來好像可以 給我帶來自由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就結婚以後發現 這個 這個 這個糟糕的男生 我不要了 再換一個 這個男生又可以就嫁給他 是不是這樣子 一直換 不是嘛 結婚這種東西是兩個人 兩情相悅 然後一起便手自足 把家庭建立起來 可能中間會牽扯到很多 吃苦過程 對不對 大家想辦法一起努力 結果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事 小孩子好好唸書 晚上回到家裡以後 爸爸或媽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聚在裡面 一起吃飯 享受 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種感覺 但是你要透過正常方法 得到這個感覺 如果你把感覺 當作你最要追求的目標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嗑藥最快的 對不對 藥一嗑藥去都覺得好自由好幸福 好快樂 不是 還是你就會去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 因為你要的東西是 你的感覺 跟著感覺走 但是你要知道 人是有該做的過程 去得到那個感覺 所以那叫副產品 那不能當作主要目標來追求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就是因為大家 只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所以現在副產品都可以 你叫我當努力也OK 只要你給我錢 我就開心 我差點在國民黨來通地 副產品都可以 你了解嗎 這就是台灣人 誰給我招牌都沒關係 你錢拿來就好 這不就舞女嗎 你要叫我背那條 好啊 背那條 背那條 好啊 好啊 錢拿來就好 那不是 這就是台灣人 我為什麼講 你再怎麼玩 你就是資源回收人這一套 努力啦 人家怎麼說 秘書人講 一套舌頭放在那裡 也讓你當總統 對不對 石頭放在那邊 也可以當你總統 因為他是定遊戲規則的人 不是你 你50萬人 100萬人上街頭 都沒有用的啦 因為遊戲規則是上面在定的 裡面是沒有腦的人 怎麼會有定 怎麼會搞出什麼花樣呢 就像香港那些人 你去上街抗議沒有用的嘛 因為你是沒有腦的人 你怎麼會 真的讓你去做事情 你做不出來的事情呢 因為不知道什麼 叫做有腦的事情 你就是生活啊 我們現在 我們回復的狀態 還是那個 但是不一樣 至少不可以很糟糕的這一套人 我們去告別說 你佔領我 為什麼叫我去買武器 你佔領我什麼改變我的語言 你佔領我為什麼 改我的國籍 你給我簽名 為什麼叫我兒子 送給你受教育 為什麼對我的小孩子洗腦 為什麼讓我小孩子 你會不會去問 我一直接受中國俗子教育 這就不對 這違反戰爭法 你今天台灣人就是 臺灣人 就是身份 是本土 año 台利本帝國的身份 你才可以按照戰爭法底下 介紹保護 才可以跟美國要求這個東西 如果你如果要說我是台灣人 台灣人又怎麼樣 又怎麼樣 沒什麼了不起的 但是你沒有人保護你 但是你的大日本帝國成名 這件事情會保護到你 因為這個身份一旦出來 你就要在戰爭法裡面接受到保護 美國就按照戰爭法 現在因為台灣人都拿中華民國護照 所以美國不會跟你打 不理你啊 台灣人在哪裡 沒有啊 但是只有你拿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才證明你是奔透台灣人 它才會規規矩矩的 按照戰爭法來執行任務 才幫你成立民政府 你才會接受到保護 你才在法律底下接受到保護 你知道嗎 你如果是說我是中國人 我害了 你就當作中國人來處理 對不對 他叫你去買武器應該 他叫你受他教育 學中文是應該的 因為你是中國人 但是我不是啊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在日本 我們的官方語應該是英文跟日語 我美國為什麼我說英文 我本土是日本人 我說是義啊 那是正常的啊 你不可以改我的語言 是這樣我們才有辦法討論 台灣人沒有回去說 承認說我是台式本土的臣民 效忠天王的話 你就沒有希望了 你就永遠當中國人 知那人 當作他們的資源回收人在使用 就這樣 給你吃好保護 吃得清 給你錢 這樣繼續做下去 cioè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 呃 下下一張 這下一張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啫 Days 我時間不夠 我講一個簡短的故事 好了 大家一直回合 大家覺得說 欸 講一個簡單的故事 好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講兩個好了 第一個講 都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不是 一個二次世界大戰 叫做設定議題 在德國有一個戰俘營 什麼叫戰俘營 德國戰俘營關什麼人 德國的戰俘營關什麼人 不是猶太人 叫做集中營 戰俘營是關跟德國人打仗 就是英國 美國人這些叫做戰俘 戰俘的修台後 被抓起來 戰俘營 俘虜營 戰俘營裡面 外面都來刺什麼 鋼燒 對吧 衛兵 怕什麼 怕這戰俘造財 對吧 是不是 怕你頭造掉 對吧 可是在德國戰俘營不是這樣子 它狀況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德國戰俘營 德國人想把它做樣本 按照日內瓦公約 每個戰俘一天至少有三餐可以吃 晚上還有宵夜 可是那時候德國到戰爭末期的時候 物資缺乏 一般人民都沒空 要吃一餐 那你裡面既然戰俘吃三餐 還有點心 所以很多德國人就想去裡面工作 工作怎麼樣 可以偷偷夾帶食物出來 大家就很高興 對不對 沒錯吧 你知道嗎 所以衛兵是在管德國人 德國人進來工作出去的時候 都要檢查衛操控 袋子打開 裡面有沒有東西 有沒有偷帶東西 袋子打開 下一個 他就每天做這個檢查 發生一件事情 裡面有一個他的好朋友在裡面工作 德國人 外面是衛兵 他就跟他說 你這個什麼樣子 不知道我從這個人就看你大小 你無所不偷 奇怪你在裡面工作 我每天檢查你的袋子都是空的 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朋友說 好啦好啦 我跟你說你不能跟別人說 我說好啊 我不跟你講 我那好朋友嘛 好啊 我還說我偷的就是袋子 你不要以為是現在塑膠袋 以前的帆布袋 現在一家賣多少 一千兩千塊對不對 一天偷一個袋子 三十天不就十萬塊 十萬塊再去買食物刷賣 現在知道了嗎 是不是啦 一天有十萬 一個月十萬塊就不得了 你去買食物有什麼問題 每天偷的是袋子 可是他永遠檢查不到 因為長官規定 他為什麼只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長官說袋子裡面檢查清楚 下死命看 結果整袋子沒走 每天帶啊 都沒事啊 因為第一個 他沒有檢查進來 說你是空手進來 帶袋子出去 他沒有啊 他是出去的 不准你帶出去而已 你只檢查袋子裡面 台灣人就是這樣啊 你去投票啊 看 現在誰當選了 整個袋子給你沒走 就是這樣啊 我講的故事一模一樣的意思 一模一樣的意思 你給我玩了 你的議題被人家設定 你的眼睛就注意那件事情 你就不會注意這 這個事情以外的事情 對不對 你看就算了 完掉了啊 還很認真 努力的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就看不見 看不見 你看不到整個袋子被帶走 就是台灣人啊 我在這邊上課 不就是在改變你們的眼光嗎 我在這邊上這麼多課 不就是在改變你們的想法嗎 把議題換掉啊 你就回過來看啊 我看你們今天有點累 我們要 台生要提前下課嗎 現在還有幾分鐘 五分鐘喔 那再講一個故事好不好 故事啦 現在不是要講太深 講故事 這樣不要講二戰 講越戰 越戰結束的時候 越戰 越戰是誰跟誰打仗 美國跟越南打仗 結束的時候 美軍在那裡 竟然抓著 走回來 回到德州 他就帶了一個大袋子 回到家鄉的時候 就把袋子放在桌上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銀行 把袋子拿下來 放在銀行櫃台上 什麼事情 我要存錢 櫃台小姐說 你要存多少錢 八千萬 那麼多 泡劍喔 等一下 我要找警理出來 我沒辦法處理 請你請你 好 來 警理來了 先生聽說你要存八千萬 對啊 我可以看你的錢嗎 可以 他就手臂一塊一塊拿出來 經理就拿起來 先生 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為什麼 哪有開玩笑 這是大富翁的錢耶 你們知道大富翁 你們不知道什麼叫大富翁嗎 不知道大富翁是什麼 先舉手 好 請放下 大部分是遊戲錢 算大富翁有沒有 紙幣 奧物價錢 不是真的錢 玩具錢 你拿玩具錢要換錢是要換笑的 就那個樂山那個退伍局員說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這個錢在我俘虜營裡面 是真的可以買紅酒 我說吃牛排有牛排 我剪個頭髮我就付這個錢 真的 裡面形成一個體系 這個經理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說 是這樣子 只可惜你現在俘虜營已經關掉了 要不然我倒是願意用一些美金 跟你換這個紙鈔進去裡面享受 聽到有沒有 我不覺得你們馬上聽得懂 手機關掉 我不覺得你們知道意思 我跟你講1972年 中國改革開放做一樣的事情 鄧小平那時候看來不是狀況 外面的資本主義越壇越多 大家享受生活 裡面的話還吃大鍋飯 還是一堆人在穿毛裝 很慘 所以他想怎麼樣 跟外界交換條件 因為他那時候需要的物資 必須要以物易物 因為不算 他們也是印鈔票 可是沒有用 沒有人給他薪金 所以他需要的東西 他跟蘇聯 用火車運來運去 對不對 交以物易物 可是他覺得這樣不對 所以要跟西方國家談條件 說我也要玩玩遊戲 你要玩遊戲 大富翁要有大富翁的錢 你可不可以拿台幣去玩大富翁的錢 不可以 你利用裡面的錢 所以中國改革開放 想玩西方資本遊戲規則 你就要換錢 所以當時的 不是中國人外賺錢 是西方國家希望你這個市場 用免費的方式 給你資金技術去幫你教 做資本主義要的東西 你以前毛裝誰要 你的腳踏沒人要騎 你做的東西沒有一個外面的人要 所以我要資金技術 大量進去幫助你 你才可以做資本主義裡面 有用的人 對吧 所以中國短時間裡面 就賺很多錢 的原因是這個 是人家資金技術一切幫你幫助 讓你成為一個市場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改善生活 要不然他就被淘汰掉 之後就完蛋了 他也知道 所以你賺了很多錢 照理說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你要進來玩遊戲的時候 你應該這樣 賺到的錢 應該想辦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 對吧 應該改善他們 教他們什麼叫做民主自由的觀念 對不對 對不對 讓他們更開放 結果沒有啊 這集拿來挾制著他的百姓 繼續用民主主義在鼓吹 對不對 對不對 繼續前置 還盡量去發展武器 對不對 這真的要幹嘛 是要營台嗎 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來說 你是要來冰土 還是要來玩我們這個遊戲 你要考慮 所以所有支持中國 它要嘛就是仿冒 就破壞資本主義遊戲規則的動作 一大堆對不對 你是進來要玩我們的遊戲呢 還是來破壞的 你要想清楚 對不對 你中國就有點像野蠻人 剛進入資本主義學 在學人家的遊戲規則 像國際法他還不懂 所以動不動講 這自古以來釣魚台就是我們的 你就慢慢才學會國際法 最近他有一些很多的改變 但是他還是一個 算是一個barbarian 野蠻人 到處在那邊衝突 懂嗎 他衝突的原因是裡面要管制 到處買武器 還去買油田 尊榜要燒爬 西方國家容許他這樣來鬧 當然不容許 他前一陣子挑戰日本 日本是老二 他以為他市場大到一地步 可以挑戰老二的位置 可是人家是模範生 所以美日最後結盟 會想辦法讓你中國相對降下去 宏觀調控經濟往下降 日本往上升 就這麼簡單 要自助你這個野蠻民族 結果這個野蠻民族還想說 我們以後不要用美金計價 改用人民幣計價 笑的 你是要來賓斗 不是政治在玩資本主義遊戲規則 我今天時間到 不講太多 以後你們上參議院 中醫院或者我再講 OK 今天講到這邊 下課